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10月2日晚上的鳄鱼探 今天我身處的地方 就是中環的歷史文物大館 大館當然是我們以前的 港英政府時期皇家警察的基地 當然皇家警察和現在的恐龍一樣 已經是世界上一些絕倫種的物體 取而代之在香港島裏 或者我們香港特區政府裏面 只剩下這群混蛋死黑警 那這群混蛋死黑警 昨天大家如果有看我們的直播 又或者是看其他媒體裏面 講這個無忘初心的尖沙咀大遊行 就見到這群漆頭就瘋了 在一個不反對通知書的情況之下 一個和理非的大遊行 這群混蛋真是無事了慶 見人就射無招噴霧 又是亂咬射出雷彈 亦都是無緣地頭 在夜晚的時候在旺角區 亂咬這麼查身份證 總之就是很大的官威 還有在地鐵站裏面 見到一個手無寸鐵的婆婆 還把她推到地上 還再推到東西下去 讓她的腦袋掉到地上 你看見到這群漆頭吃濕米 上班什麼東西都做不到 開的士這群漆頭就覺得最開心 你亂咬這麼拍車 現在都沒有人抄牌 報警又沒有人理 香港的治安愈來愈悉 很多這些地下秩序 死灰復燃 沒有什麼人理 治安差 犯罪活動又愈來愈多 我們的猜響 我們的稅金 養這群漢家產 就真是苦惹個弟弟 好了 大家都知道 這已經是不真的事實 這群死仆街 又說長期要OT 沒有性慾 要找一些女生來強姦一下 這樣做可以情有可原 我吊你老母 而最嚴重的問題 就是這群漢家產 由6月到現在 滾傳下來的這些OT錢 勝存 去到10億港幣 林卓廷議員也來踢爆 在6月以來 Crimley這麼多這些警隊的OT 好像保安局用的預算 已經用得七七八八了 更加勝存 要支付這群死黑警的OT 甚至要在其他紀律部隊的身上開刀 換句話說 消防、海關、懲教和醫療隊 他們原本預算給他們的OT撥避的錢 對不起 等等 我先給警隊 在公務員、保安局的旗下的紀律部隊裡 警隊是第一名的 你們是低等的這些紀律部隊 你們是低等的這些制律部隊 你們所有的錢 你們所有的錢 給警隊那些全家產先 你想想 消防班大佬 醫護班大佬 懲教和海關這些紀律部隊 會不會是氣上心頭呢 你老母 你警隊貧不懶 你們先有飯吃 先有蜆吊 先有床睡 你其他不是應該 所有的香港的公務員 所有的紀律部隊 全部都是一視同仁的嗎 更加 最糟糕的這個混蛋 現在警隊的OT的時限 由120個小時每個星期 變得150個小時 原本超過150小時的時間 就是可以用假期來報取 但現在全家產的警隊人員 全部都是refuse 不想制 一定要超時補水 你不可以補價 兩個原因 要不就是 第一條挑戰兜 代落袋當然好 另外第二件事就是 你補價 我們一起放假 你這群全家產 豈死 我們沒有經歷了 你怎樣應付 大條道理這樣說 更有甚者的 就是接下來的 立法局裏面 亦都開始提出一個議題 就是希望 可以在今年度裏面 更加幫這群全家產 死黑警 加人工 因為火都來想 大家想想 這些低智商 中午都未讀完 全家產 中文英文兩邊都不讀通 誰進入警署裏面 找一句 發言 就火都來救了 錯字八出 寫八字 連八三的人都 吵起老母 全部那群公關文宣 全部都是八字過多 衰的 搞貓盡 英文是搭到一坨屎 外國人 問路又不認識 日常工作 做甚麼事 沒有事 在街裏面 看到哪個不認識 就鬥過去 看到哪個女兒不認識 就去抓她 然後拿手去飽償 一個手足之肉 屌你老母 回到警署裏面 就抓一些屌你 來報案的人強姦 屌你老美 在街裏面 看到超哥的樣子 那麼壞 就拿一個人勾勾她 見到賈貓盡 那麼胖 就拿回礁拔拔拔拔拔拔 在街挑釁人家 就是一隻抽 那樣的工 還要給這麼多人工 養這群家產 有沒有搞錯 有一個屌你老美的消息 就火都來了 剛剛大家都知道 中大 港大 還有理大 原本已經是拍了板 要活給她的錢 整十八億這麼多 在圖書館 在醫療措施 還有校內的 就是這樣 這十八億 全部給我禁止她 不要想派錢 不想給她們住 很多人有 stipulate 就是現在 這麼多的抗爭者 香港的大學生 在這些地方裡 就孕育出來 反政府 當然不要給他們這麼多錢 益勾他們 越來越厲害 這麼聰明 我們政府 吃濕米 有些人會這樣說 更加有些人就說 喂 大學生 養他們都不孕育 錢不要給他們 給其他地方去做 其實也有一個原因 就是因為警隊 他依次在抗爭運動 花了錢 而將這些大學生的撥避 與其給他們 訓練他們出來 做和政府 想相反方向的事 不如把這些撥避 搞得那麼多黑警的錢 另外有一件事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全家居死全家鄧炳強 其實現在是沒有人可以控制到他 什麼時候派幾多的 這些黑警出來做OT 什麼時候在什麼地區派幾多人 將來執勤 什麼時候可以發幾多旅遊車 一車車的屌你老母 死黑警 防暴 速龍 去什麼地方 他是完全沒有受控 完全沒有監管 就是說什麼呢 他好像在打 以前我們在紅白機打機的時候 用金手指 任勾他出多少兵 任勾他出多少次 無限復活 洗劑都有 這樣的情況下 香港政府在保安局的撥避 老虧都不能夠去動 其實給大家一個數據 在2019至2020年 撥了他 被保安局交給警隊 他要用來做一些成本開支的金額 大家猜不猜到多少錢 阿奇猜到多少錢 是202億 馬上換句話說 他洗劑到盡了 都已經用了我們納稅人 202億港幣的金錢 這個已經是一個非常大的天文數字 現在你還要洗劑到突 不節制 胡亂運兵 胡亂派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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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亂打人 甚至沒有限制地 他們OT的時間 你看他們花費了我們公帑 是多少錢 大家你想想 我們這麼辛苦 艱苦經營 在現在的抗爭時間裏面 凹凹凹辛苦 點點有血汗 賺到多少錢 還要交這麼多的稅金 養這班廢人 這班陷家產 死全家 完全不能珍惜 他們得到回來的納稅人 養他們的錢 胡亂用 搞得到我們的庫房空虛 你還想不想交稅 我問你還想不想交稅 我沒有叫大家不交稅 我問你想不想交稅 好了 現在也剛剛今天爆了一個消息出來 就是這個白粉仔陳茂波 已經放定響口 就說在香港裏面 明年這個財政年度 可能繼2004年到2005年 15年之後 首次會出現赤字 大家都會想得到 其實香港盤數很容易計 我們的財政收益 大部分都是來自股票的買賣 買地 我們這些小商戶 大財團 做生意賺到利得稅的稅收 以及一些其他不同的稅額 大家都猜得到 每一年的收入大概會是多少 我們出去的炒賣賣的錢 金管局那些沒什麼錢賺的 廢人來的 年年都虧錢的 你想得到 其實錢就只有這麼多 所以整個金融理財的 政府理財的心法就是 量入為出四個大字 即是說什麼 不要亂派錢 不要亂花錢 不要亂花錢 不要將公務員的薪酬 毛子的警禁問養家 不要提高太多福利 應使得使 而大家看看我們現在 今時今日的特區政府 有多多個大八丈工程 正在來 屌你老美 是這樣 現在不小心 尋了波出來 派四千 還派得好人梯 還浪費了三億多 搞這些administration的成本 一些administration cost OK 那好了 另外 現在你公務員 亂勾這麼加薪 亂勾這樣 要給這些OT錢 換句話說 只是亂勾那麼花錢 而沒有人想過 怎樣將你的收入去增大 所以 在未來這幾年裡面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他的財政預算 是出現建雄 是可以預見到的一個圖片 而究竟這個建雄的赤字 有多大呢 大家可以拭目以待 看看會有多少稀斌含家產 我在這裡 然後呢 就很想最後講講一個我自己個人的看法 大學是我們香港未來的根本 即是說呢 我們香港人也好 華人也好 賺多少錢呢 其實我們最注重呢 就是我們下一代的教學 為什麼我們注重下一代的教學呢 就是希望他們可以成才 希望他成為佔子 希望他們可以在將來 為我們的未來 拼搏得更加多的一些 賺回來的一些回報 而香港政府 是我們第一個 未見過這麼厲害的政府 是說要緊縮大學 還有一堆 全家產的厲害的議員 例如蔣麗雲 這些 腦袋這麼小 又不認識東西 又白癡 又那個腦袋控制 又不認識一個口暖咬的臭屁 在這裡說這些廢話 又說大學太大 沒有人讀 又不認識那麼多錢 那些廢話 你想想 香港還有什麼 所以 加拿大 已經開始 有一些議員提議 希望可以接收香港的大學生 因為他們受政治被迫害 要多少拿多少 他們的價值觀跟香港人近似 香港人跟他們近似 他們懂英文 他們追求崇尚自由 民主那種熱情 已經深深打動他們 跟加拿大人的價值觀非常近似 所以 香港政府 你不肯愛惜我們的尖子 不肯愛惜我們現在的大學生 大肯把國家 我相信 德國一定會 加拿大一定會 美國一定會 台灣已經接收了很多這些大學生 大家搶肯住來要 這麼周質素的人民 每個國家都恨都恨不肯來 不肯通他們 要一些小 有什麼敘利亞來的新移民 幾年之後 入籍連英文都不肯懂得說 所以呢 香港的大學生 不肯怕 就算這場的抗爭運動 到最後 我們未必一定要在勝利的告終 就算我們失敗了 就好 什麼都好 其他西方文明的國家 那裡的大門 在等著我們 香港 你們這些不家產 養贈死黑警 吵起老母 這些廢柴 就留在這個廢棄地方裡長大 就這樣吧